真的還假的 真的還假的 怎麼可能 台中市長盧秀燕 盲猜醬料大考驗 一口氣全猜對 五管知名辣椒醬 而另一位則是一口氣能 吃五顆 我小時候一個人 是可以吃五顆的 如果有一半的盲更大 因為我只能吃大 新北台中藍營首長 端午節都不忘拍個短影片 侯友宜也發文 包縱過程需要耐心技巧 一家人心如同我們國家 需要凝聚眾人 向心力留言區黨主席 朱立倫也來祝賀 只是黨魁改選在即 大咖動向 引人遐想 自己卸任後的接班人選 是誰還沒多說 倒是經營自身關係 動作有變多 送給黨代表端午喝卡 簡訊問候黨內立委 都被解讀是選主席 起手勢 如果是猴豬之爭的話 其實豬可能迎面 還是稍微大了一些些 但是如果從這整個 二八的一個大環境來說的話 其實猴豬之爭 其實我覺得 無關紅指 那關鍵點來講的話 是在於 國民黨的當紅炸子機 盧秀燕 那盧秀燕呢 是否該浮上檯面 黨主席 候選人 結合黨主席 這樣的一個角色 對於整個的一個競選的 戰略戰術的一個步驟來講的話 才會產生比較多的一個 穩定的一種效果 盧秀燕如果明年 真的有這個企圖心 把猴豬順勢KO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合理性 其實是存在的 黨魁這局牽動二零二八佈局 只是這時機尚未成熟 黨內各山頭也只能先 邊看邊走 這句話你們會專欲 台北藏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